郭靖和室性和合作 生活安排呢,我觉得我大概比较熟 比较有这个生活规例 你晚上也看不到我在那间高位见到 我下班就在家里,看见面子,看见书了 现在还有几个市场北方高,也说到家里辛苦了 但就不是多之多之了 只要多之多才特别太坏了 但我不是太坏了 所以我有点苦心的那个样子 其实整天是在那边为了事业奋斗 为了大家几个乔势的方向在奋斗 我觉得我是要震撼的 这个当然跟我们是有关系的 你觉得银行家 你今天在卡斯林奋陶 我就在卡拉网络 这个老师我很卡拉网 我穿透了些我都帮走 我怕烂 银行家做得很规矩 所以我银行的资源 你只要祈祷卡拉网 我可以祈祷图场 你就自我告别 规矩 这个是很严格 这个是一个道德 或者你讲很多话 吃大口 你不会有错 你要真正的 所以银行的人 他已经银行的认知户 已经过累过了 你女孩子要叫 这样银行的人 已经逃避过一车了 你男孩子要骑银行的老婆 我说你女孩子很抢手 很多人都骑了 因为他受过我们的教育 他明镜很有水平 我记得在20年前 我们阿龙凯亚 有个女孩子 她身的很漂亮 这样有一个老板的孩子 他是做那个商品牌的 加拿大来了 他觉得这个女孩子很好 跟他追追 就让他跑到大街去移民 像加拿大来 他跑到大街去追 追到回来 很厉害 现在生活不错 他真的还在 还在 阿龙可能会知道 我要的人会知道 所以 银行的人 他有一个道德标准 他有一个 淘汰的过程 你一定要接受你了 你可以做这个 证明你通过关 你要差也不会差到那里去 你说什么状态不对啊 因为 只要他为什么会骗我们的钱 你只要一百多万 两百万 很厉害 至少他投那门去 他很厉害 你还管得到 他都可以投你 才会很厉害 就是这样了 你只要整天说 我完蛋了 没什么 算 就是这样 好吧 你满意满力 是在这边 你也不需要 我一会认识 我一会认识 不需要 我一会议 我一会认识 你 你 有点 一点 我